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大阪京都奈良东京这七天的自由行规划 包含的交通、住宿以及餐食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聊聊关于机票 到底要跟旅行社买,还是上网买,还是跟官网买 我的建议呢,如果价差不大就直接跟航空公司买 这一次我的机票是用里程换的商务舱 那我的两位家人的机票我们是直接上长荣航空的官网购买 那我姐姐的机票也是用里程换的票 那跟航空公司直接官网购买有一个好处 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直接选位 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想要更动你的行程的话 直接官网就可以处理 像我这次在上海的机票 我要回城想要改票回台湾,提早回台湾 那我是跟旅行设定的票 我就必须要等旅行社,因为是假日 就是我是周五晚上 下午的快傍晚的时候发的吧 那就是发说我要改票 可是他没有看到 那假日我也没有找到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专线 所以我就等了礼拜一 我用skype从上海直接打电话回台湾 那当然我也有写email就说我要改票 结果呢,因为改票的时间比较急迫 那他又有长等的价差 那除了旅行,就是除了航空公司的改票费之外 旅行社他还会收一个手续费 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及时 那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像我有可能常常变动我的行程的话 就直接跟官网买机票是最好的 因为我这次上国行 就是买上海的机票的话 就是国行他其实可以线上直接申请你要改票 可是跟旅行社购买就不行 你就必须要让旅行社来处理 这是我第一个建议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的行程是很可能会更动的话 那如果说官网的价差并就差了几百块 我会建议就直接跟官网买是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买JR PES的全国通票7天 就是因为就是在日本他的交通非常复杂 光是大阪 你也从就是大阪的关系机场 要到市区就有好多种不同的打法 其实会就是像我这个对日本 其实没有那么熟悉 虽然去过很多次 但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来说 会觉得很茫然 虽然也看了很多社团的分享 YouTuber的分享 但是还是会觉得不晓得到底选择哪一种是最好的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相同的困扰 所以呢 而且这一次我的回程是在东京 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买这个JR的七日券 全国券 这个买的价钱是台币6445元 那大家每次都说买票券要跟双K购买 所谓的双K就是Klook跟KK Day去购买 可是其实他们并非是最便宜的 我这次买的是跟台湾的可乐旅游买的 这次在可乐旅游的线上购买 体验是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开通的日期 马上在网上就可以确认有没有票 那就是当然他去就是可乐他会计票给你 或者你到他的门市去拿票 就是要等一天左右 就是要去拿一个券 然后再到关西的机场的那个JR的服务台去换票 但是整个整个就是流程我觉得是非常顺的 而且就是在可乐他是实体的旅行社 而且也可以刷美国运通卡 那有相对的有信任感 所以我还是选择就是跟可乐旅游订这个票 没有业配 我们在关西机场下了飞机之后 后来我们到了JR PES的旅游服务台去换票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实体票 我有拍下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搭Haruka到京都 那还好我们是买了7日卷 这待会再告诉为什么 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我很临时的在出发的前一天换了住宿 在日本旅游不能只搭JR的车 然后还有很多的丝帖 所以还是配合的西瓜卡 那我西瓜卡就是在很久以前旅游的时候 我们就有实体的西瓜卡 那这次呢实测在大阪也是可以使用西瓜卡 我就是先加纸 就跟我们的yoyo卡使用是一样的 在京都的话我们就是买的京都的一日卷 巴士一日卷 这是在车上购买 只要是700块钱的日元 那在台厂就是我们后来住的是平窗王子饭店 我们到台厂有一个巴士 它叫做彩虹巴士 我个人非常推荐可以安排半天的时间到台厂去走一走 那那边的话有沙滩可以玩沙玩水 那也有很多的大卖场购物中心 还有自由女神 就是快傍晚过去的时候 在那边是非常舒服的 那这个彩虹巴士是在车上买票 那它不收西瓜卡 就是它应该是独立的自己的一个巴士 那票价多少我现在忘记了 之后我会补在说明栏上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JR PACE全国七日卷的实体票是长这样子 那左边的话是巴士的一日票 那你搭了JR的火车呢 有指定期的话 你还是需要化位 像我们是一家人 四个人一起旅游的话 总是希望可以坐在一起嘛 那还希望所以呢 你就还是需要去JR的窗口去画票 当然如果你已经很有计划 你哪天要做什么 做什么的话 你可以一次把它画好 但是我们家人的组成 我跟大家讲 就是除了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小宅男 那他们呢 就是不能走太多的路 也不能太热 然后时间到了就要吃饭 所以呢我们的行程是非常的弹性调整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说我明天或后天要去哪里 我今天才去画那个位置 这次饭店的安排原本是安排就是前三天是住在大阪 之后的三天的话是住在东京 那后来为什么临时更改呢 就是我的大阪的就是订的饭店应该是算公寓是靠近通天阁 结果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日本的YouTuber叫Tommy 他出了一个影片就在讲述就是大阪人觉得很危险的地方 我一看天哪通天阁附近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晚上都不敢去的地方 那因为我这一次旅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还带了两位小家人 那我对他们有非常大的责任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 所以后来呢就临时去换了饭店 那我想既然我们有JR7日的全国券 我想要去住哪里就住哪里 那加上我姐姐呢刚好她也在京都 所以我就请她不要移动到大阪来 我直接把饭店订在京都 那这一次订到的饭店非常的不错 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会觉得饭店的安排呢 就是交通便利为主安全第一 这一次我们住的饭店叫做李世满 那京都车站旁边的这一家 详细的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或者是留言板 那这间饭店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满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你看得到的就是备品 它都可以自己拿 面膜啦什么都有 房间都非常的干净也够大 而且而且每天都有提供免费的下午茶 那在傍晚还有提供清酒啦 美酒啦 红酒啦白酒喝到饱多好 他离京都车站就是京都车站走出来以后 往左走大概五分钟的路程就到了超级方便 非常推荐那这一个酒店我是在agoda上面订购的 就是原本我是都是定booking.com 但是booking的他的房价超级贵 2000就差了6000多块所以我就在agoda上面订购 那在agoda上面订购大家就是有一个小诀窍 好这也是我看其他的网友分享的也非常谢谢他们就是在agoda 你在订购的时候你刷卡他会不是会收一些国外的手刷卡的手续费吗 你是可以跟他申请退回的那我这一次有申请也真的有退回这个刷卡 手续费大概是300多块台币10块美金左右 就是退到我agoda的账户 那下次我订房的话就可以直接扣提 那我觉得这个小学窍也分享给大家 在东京的话我们住的是品川王子饭店 那这一间我也一样把品川王子饭店放在google上去搜寻 那出现最便宜的价格是易游网 一间房间大概是3300多块钱 所以呢一样我们是订了两间两张单床 那他就是一个大饭店 那服务上面是算还不错 但是就是跟richmond就是跟京都比 当然相对我们比较喜欢京都的那一间 可是呢品川王子饭店的地理位置也超级好 他就在品川车站 那你知道我们从京都搭新岸县 我们直接就在品川站下车 下了车之后过了马路 大概走两分钟三分钟就到我们的饭店 所以这次我们选到的饭店都是交通超级超级方便 附近一堆吃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在品川王子饭店的这个buffet餐厅吃了一餐buffet 那有拍影片之后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这一间的话我也蛮推荐的 因为他也有中品川站的话 你有直达车可以搭成田特快 一样是JR的车直接到就是成田国际机场 所以他的交通动线上面都很方便 那我们的JR Pass的票到底划不划算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从我们从大阪达到京都 再来就是我们陆陆续去耐量 那我们也是都是搭JR 再从就是京都到东京 然后从东京再到机场 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是有超过的 当然就不用去习算 最主要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很机动性 因为是全国Pass 你就算临时你要去别的城市也是OK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 如果说有预算的话 那当然十月份以后会涨价 不过如果说在十月前你有要去旅游的话 如果你想要旅游多一点的城市 其实是可以的 这是可行的 大家都说大阪跟东京相差很远 哪里有很远 搭个新干线 我记得好像两个多小时 就到了啊 哪里会远 所以呢是可以安排双城进出的 那就是看大家的选择 那这一个影片真的录得太长了 所以关于餐食啊 还有我们行程的部分 你就下集再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